本节目由玩的酷靠得住的飞猪旅行赞助播出 有趣的灵魂轮番上阵 我想了一个故事大概是讲一个从城市里的孩子 就是他就为了逃避一些压力工作来到了三亚之后跟当地的人进行交流 之后他们两个人的碰撞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 年底到了 黄明昊暂时放下工作 和好友太太来三亚用镜头记录海边的慢生活 快我来跟你讲 接下来这个构思怎么开 雨林秘境是许多神奇生物的栖息之所 以山海为家 是离族人空达独特的生活方式 哦 我掐到一条蛇了 经常在户外的逍遥浪子总能发现不一样的野区 珊瑚是热带海域的神秘万花团 热带海洋学院的教授王佩正来三亚之前从没见过海 搞农业的大西北人研究起了珊瑚 穿拖鞋短裤上山下海 在阳光沙滩解放灵魂 这里是悠哉悠哉的中国南海岸 三利福尼亚 海南从前是座孤岛 苏东坡来了 十万床海人来 每年冬天北方候鸟如约而至 知名国际旅游城市原本是个渔村 能看一线海景的除了豪华度假酒店 还有鱼排上的村庄 这里是在外面的海南的 今天也有人在管理我们这种的村庄 没有听到 听不懂 你在干嘛呀 他们行网的 人家在养鸡的 什么 他是在洗网 然后洗网 抓就有啊 你不抓到哪里 他是跑上来的啊 没得到 无小心 哇 海星 他的脚在中尾 亮亮亮亮 哇 哇 我在划船 可以做的不能一样 其实这个黄就可以 我说还可以 但民以船为家 靠海吃海 本地人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在外地人眼中 这里是拍婚纱照的圣地 好 石头剪刀布 你喊一样 你别叫了 新欢快乐 哇 你根本听不见 没事 就是听不见 现在我输了 开过去 算了 oh no 师傅开过去 不用不用 不行 不行 开过去 开过去 太好了 感觉我们要过去干嘛 要像海盗一样 要去新娘新郎那里 对吧 等一下 我先坐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不可能 不可能 现在我坐过去 我不认识你 多好 送上你真诚的祝福 好不好 哇 送上你真诚的祝福 嗯 快 你快快 哇 新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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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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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祝你们幸福 新婚快乐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太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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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可以做很多事 生活在这里的人 有足够时间 释放自己自由的灵魂 不想把蚝油的灵魂 空达 是三亚老牌户外组织的教练 山海的玩法他都熟 有时候在户外的话 没条件的话 就这样子看 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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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达海小的时候 三亚遍地都是野果 像这样隐藏的野去之地有很多 今天他和发小到椰子州倒入野 把鱼拿了 搞了很多鱼 我们就会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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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加上辣椒盐 结配 要顺着它不能拎它 拎它就被不及避法 其实一个椰子在市面上卖就十块钱 但是要是经过这个斧子一开 就是卖五十 纯手工打造 我的斧 这是战斧 这个斧不简单 当年的话刺杀奉银 看到很多的椰子 很多椰子都是栽在手里面的 岛上就地取材 椰丝烧火 自己打磨刀具 既有现代露营装备 也用原始技能 年轻时空达离开三亚 成为国内第一批 接受专业户外培训的人 回归后 空达享受山野 拥抱外界 带来了全新的岛屿生活 它这个是鲜鲜的鱼 到市场上 能抓到鲜鲜的鱼上 对空达来说 海是生活中的百宝箱 衣食住行都依赖的必需品 而对另一个人来说 这是唯一的梦想之海 临近春节 学校放假了 王沛正和他的学生们 却选择留下和珊瑚一起过年 珊瑚美丽却脆弱 王沛正化身奶爸 想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在珊瑚保育箱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手中做的 一是灯光 灯要好 第二个就是水体要大 第三个群环系统要稳定 第四个就是整个室温要在27度左右 所以珊瑚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多大的努力 就能控制在27度 我们这种类可能有 总共海洋松有100多种 像这些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比较稀少的 海底下你看不到这么多东西了 没有了 你想想这么多东西如果死了 永远在找不到 这么多 实验室经费紧张 买不起专业的珊瑚香 教授兼职工人 等自己设计 剥离自己汗 每一根管子都是和学生一起亲手做出来的 盐度正常32 跟大海里的盐度一样 我们做饭就是比如我们烧汤 一勺盐就是一个五克四克 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升水是三十一克 比那个高多了 所以你喝那个海水又咸又苦 当你比你家里的菜是咸多了 大概能咸一个十倍 在不缺海水的三亚 海水也是要花钱买的 王佩正会定期采购新鲜的海水 盐度是多少呢 我测一点 三亚没有工业生产 海水优质率很高 是珊瑚的福地 25.4 25是吧 25.4 好啊 过去是里边盐度高了 一蒸发盐度到36 我就补淡加淡水 这样可好 你都相当于给我卖淡水了 珊瑚馆的维护一年至少需要十几万 王佩正必须要到处找课题申请经费 因为找不到钱 珊瑚馆就得关门了 三亚的美食清单堪称解暑密集 一个椰子 一碗粉 一份清补凉 能吃出百十种清凉招式 作为国内最早种咖啡豆的地区 海南的农民和渔夫率先踏入时髦浪潮 喝咖啡成为市井中的日常享受 本味咖啡的老板风哥是中国第一批玩冲浪的 开咖啡店本来是为了自己喝 结果浪人们都好他这口 我做的是这个味道可能换别人来做 它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早餐的标配咖啡配酒条 这个才是我们正宗的 来 撕下一人一块 华桥山的吃法 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 很独特吧 王明昊也约了上次通道认识的朋友 来风哥这里喝一杯 应该会喜欢 所有的咖啡全部在泡沫里面了 总是来这里没事 只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就OK了 风哥也是华侨吗 对 我华侨 我是华侨第三代 真的吗 我父母是贵国挖桥 我父亲是印度尼西亚找挖的 我母亲是买的西亚的 对 我出生在海门岛 从小就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你就开了这个咖啡店 对 就很想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风哥也会冲浪 哈哈哈哈 出学整个想法 这个不是这样吃 不是这样吃 来我家里 压过来 对 一口下去 一嘴都是菠萝油 是吧 很香 脆脆的嘛 嘎棒脆的那种感觉吧 哈哈哈哈 黄明昊和太太被邀请去参加浪人的聚会 他们先到菜市场采购见面里 鱼丸 好的 多少钱呀 来 没有 我们喜欢这种夸张一点 对 我们要这种不夸一点 就这个了 好 毕贝尔 好久不见毕贝尔 哇 好多狗狗 你好毕贝尔 你帮见 你帮小贾拿个东西呗 还可以吗 这场聚会来的都是黄明昊的老朋友 你帮小贾拿个东西呗 这只金毛毕贝尔也是 好的 走吧 哇 哇 你拿着 哇 这个有点猛啊 让你见识一下 放鞭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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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 有年味吗 年味还是少了一点 好好吃 好香 冬日必备美食是海南的糟粕醋火锅 以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作为汤料 把海鲜的鲜度提到旗帜 哇 饭桌上的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城市 又因为热爱冲浪聚在一座城市 欢迎回来 我是太太啊 我是杰斯的好朋友 对 不认识 几年了 两年了 三年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也是爱好 也就对 都跟各位姐姐们学习冲浪 好的 对 所以你们是怎么爱上冲浪的 因为我又不冲了 我开始冲浪 那就因为我 被逼的 被逼的 真的有一张照片就是 我一边对前面跑 然后我哭了 我爸就在后面拖车板追 哈哈哈 你咕吓碎 这一定就是 一定要下海 我在浪上做多少个动作 我能做三个cutback 他就给我买个ipad 哈哈哈 这还点压抑 哈哈哈 还挺有vlog的 对所以呢 想到的东西挺多的 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厉害了 就发现 这些好像也被带进去了 我就哎好吧那就玩吧 忘记跟你讲了 biber也会跪着冲浪 嗯 而且biber可以在上面摇头走 完了狗都不辱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因为你俩现在年纪相 你是 你是 十九 今天十九岁 二十 二十 你为什么想要学冲浪啊 那肯定是因为要成为 节目里最强的男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参加节目那段时候 其实是我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时候 我特别喜欢冲浪的一个点 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冲浪的时候 就像我在水里面的时候 我身边是没有人的 我觉得冲浪更多是自己 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冲浪好治愈的就是 我每次我进到那个海里面 到冲浪的地方 就要被海 啪 先翻打 先被拍打 拍打完了之后再过去 然后还要再等 等也不一定能等到 对 等也不一定能等到 当你等到了之后 你冲上了 你又不一定能冲成功 虽然我每次过程都等了这么久之后 最后的结果可也不一定是好的 但我每次被浪 结果不好了之后 我还能再回去 再接着去冲 那我觉得我人生就是碰到这么多 砍了之后 那我就算被 结果也不是很好 那我还冲浪都可以再回去 为什么人生不可以再 我觉得我喜欢冲浪 就是因为在水里面就 什么都没有 对 就放空 对 对于我来说的话 它更像一个避难港 因为在城市里会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会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 面对久了之后还是会 整个人会压抑 塞亚这地方的话 会让我能够缓解很多这些烦恼 让我能够完全回去面对这些东西 海南是让人放松下来的地方 黄明浩和朋友看起冲浪电影 空达的露营也进行到了夜场 有没有挖掉挖掉了 有没有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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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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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收获 螃蟹的 我要烤螃蟹 螃蟹吧 这个 以前这两个 一听一听一 声音就不对 肯定是老婆来查课 在干嘛 嗯 哎 什么都不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敷衍的话也差不多 没有啊 差多少 热气 我老妈打电话过来 我们老妈第一句话说 为什么 怎么还没回啊 我跟你说 老妈 都没回啊 太后 好吧 нев張 还这么英督 我嘛 我赶 robić 挺的 吗 我夹想 你很怪我吗 се 我 小時候你要說山芽的話就是個小漁村 然後也就是一條解放路 剩下的地方都是細細的海沙 我離開的時候它是在海南的 然後現在它就到那邊去做事業去 每天看到朋友前做的是海南菜 然後很感觸的就是 在海南的時候我做菜的時候 我不會做什麼海南的 但是我去到內地的話 我做的所有的東西都有我的家鄉的味道相近 比如說白斬雞 比如說那個大鞭爐 每天的話呢一杯酒 吃一片友誼沾著芥末就吃了 我覺得挺舒服的 我都是這樣子 誰都覺得自己家鄉是肯定最好的 最美的 他們在那邊 他們每天過得匆匆忙忙的時候 他說我們去海南真好 海南真休閒每天到點 像這個老八岔 然後自己該幹嘛幹嘛 然後下班 我到哪裡的話 我會把海南的這種生活方式帶出去 因為有很多工作 那我到外地去 但是我拒絕了 唯一一點就是 我不能離開海南 外地人心心念念的度假 其實是三亞人的日常 人們上著班體驗著北上廣渴望的退休生活 自從學了衝浪 黃明浩念念不忘在衝浪板上的感覺 今天他跟教練田樂約好挑戰進階 我這次來是這樣子的 我是準備來你這當義工給你換衝浪 真的假的 對 你是想過我們平凡人的日子是不是 不是想過 我就是個平凡人 你能幹到什麼活呢 我可以當服務員 當服務員 除了服務員還能幹什麼呢 我什麼都能幹的 我還可以當你助教 我可以當教練招臺 你這個還記得衝浪嗎 應該還可以 這次不能來白衝浪 對 這次你要拿你的勞動程度 換取這個衝浪的這個機會 我也是這麼想的 希望你好好表現 好的 說不定你工作了半天 最後沒贏得這次機會怎麼辦 不會的 我覺得很有可能 我最後就待在這兒了 不少邊打工邊旅行的年輕人 渴望用短暫的出走 尋找生活的熱情 黃明浩也想過這樣的生活 最近浪好嗎 你要知道海南有個特點 天氣越好浪越差 哈哈 你只能獲得一個步 我先給你講一下 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一個酒水吧台 手臂不要這樣 90度 對90度 呃 我們這邊倒水是到七分滿 我們現在 我先帶你試一下 因為今天晚上 你的主要工作 就是幫客人倒水 現在你就按照 剛剛培訓來 去吧 我先讓面帶微笑 哈 哈哈 我先讓面帶微笑 緊張 哎哎哎 哎呦 完了完了 沒事沒事沒關係 沒關係 恢復一下 我夠了 我出了 嗯 我去了 嗯 先去倒水吧 好的我去了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對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給你們加點水吧 謝謝 面對觀眾 黃明浩信心滿滿 面對顧客 他卻緊張了 請慢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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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一桌也要看看啊 哦 好嘞 不好意思打擾了 要加點水嗎 不好意思打擾了 需要加點水嗎 請慢用 我們不要問客人 需要幫您加點水嗎 這個是餐中他必須要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到沒有 就給他加就可以了 放心 嗯 好 那麼今天晚上我還有一個事情交給你 就是你去幫我問意見 啊好 別怕呀 不怕 你還想衝浪嗎 好的 哈哈 不好意思打擾了 想問一下 您對我們這個餐廳有什麼意見嗎 或者有什麼建議 我們都 什麼意見 就有你又更好 是嗎 哈哈 感覺這麼好吃嗎 好吃 很好吃 那就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打擾了 請問一下 您對我們這個餐廳有什麼建議嗎 挺好的 挺好的嗎 好 謝謝你 歡迎你下次帶來 歡迎你一切 那對我們吃的有什麼建議嗎 可以增加一些更多的菜品 更加菜品 對 更多的菜品和菜量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歡迎下次 希望下次再來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 就是一個擦餐具的一個地方 然後待會兒 待會兒你就和哈哈一起 把這一框餐具給擦完 哇 真的在這裡工作 看這個刀叉都變沒了 我到這邊來刀印工 就是因為這邊的環境好 是嗎 嗯 對 那你之前在城市裡的工作是什麼 我之前是做平面設計師 哦 對 那你是怎麼想來這裡 就是社會的壓力 因為我去年剛畢業嘛 然後感覺畢業了以後 對於整個社會的看法 跟我在大學裡面 好像不太一樣 對 然後就辭職了 就到這邊來 你是為什麼想來做義工 我覺得我們來做義工 大家想法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考慮城市生活 是的 特別喜歡考慮這個詞 十六歲就出道的人生 想按下了加速鍵 黃明昊用很短的時間 解鎖了很多成就 這一次他想放慢二倍速人生 在海邊做真正的自己 海南島 水野 山野 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旅遊團 離族人空達 經常作為戶外指導 為人們科普野外生存技能 教他們一些戶外的一些知識 其實跟小朋友在一起是蠻單純的 本來就是護衛 護衛員 在外地闖蕩十五年 空達做過彪漢領隊 在前東南吃過百家飯 也帶著海南人的絕匠 穿拖鞋爬過雪山 如今四十五歲的他 後勤大叔的工作 也做得津津有味 來 小朋友們 摔倒了怎麼辦 他在找你 哭著爬起來找你 摔倒的話呢 直接扣分 來 聞得到吧 這個味道 聞得到 看它的葉子 這啥呀 雞豬的味道 香菜啊 我 我 我 香菜 蝦酥 這個的話在野外的話 如果沒有紙寫的東西 或者串可貼之類的 我們就用這種叫做飛雞草 來紙寫 拿嘴巴嚼嚼完以後 吐出來 鋪到那個山口上面 這個不能吃 這是味豬的 這個對的 這個錯了 你要聞一下 記住它的味道 這就是蕨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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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楠我們要去摘兩個木瓜 你們要去不去 去 這個是熟的 身為行走的戶外本科 拿著木瓜 爬木取火術 空達為孩子們演示 鑽木取火的方法 我要摸到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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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和公墓配合轉動 看起來簡單 失敗率也高 能不能擦出火 看技巧 也看運氣 我們這個是很有挑戰的 海南打火師 過來 第二種取火方法 是現代文明的 來 好了 來 我了 在空達看來 成功不是最重要的 享受失敗 才能快樂地重新開始 這也是海南人的特質 這個木棒不行 對外地人來說是景點的地方 是王沛正的實驗基地 他來過大小洞天無數次 但都不是來玩的 因為做這些沙湖保育 你需要景區的力量 如果你沒有景區的這種保護 你在野外做的實驗 說不定 過幾天你再去看 什麼都沒了 今天 他帶學生沈貝奇 採集珊瑚樣本 他這個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從那個面碼頭 一直往前走 可能有連續有2000米左右 全是珊瑚礁送菜系統 所以今天我們要會沿著這條道 我們要走個15分鐘 才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 大學畢業 王沛正從荒漠戈壁 輾轉搬車 火車和船 用了整整7天來到三亞 對大海一見鍾情 40多歲時 搞農業的汗鴨子 終於決定轉行 我們做這個涉海的這種 科研任務就是比較麻煩 要具有很多很多技能 像游泳呀 潛水呀 還要開車 這個還要身體好 能野外到處跑 哇 今天這個浪還不小 還是我們兩個 你兩個下的 他不下 他不下 看那個深度 如果要是四五米深的話 我估計還得要潛水下去 如果要是三米深的話 三米四米 我覺得自由潛就能下去了 上次也是一樣 我們和阿壯 這也潛了 那也潛了 晚上也潛了 今天也不知道 透明度怎麼樣 非常好 今天很好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說的 這個苗圃 我們先嘗試一下做一個 另外一個 還想做一個小的生態系統 北京的一個公立基金 也能給個二十萬左右 二十萬 東方和瓊海 總共是五個億 太陽生態保護修復的 這五個億的項目 搞個幾百萬做做也行啊 是吧 那給個五十萬做也行啊 是吧 多少能做是最好了 找經費到處碰壁 來景區做實驗 王佩正也不忘跟合作方 掰扯兩句資金的事情 為科研化研 說是要個幾百萬 其實內心覺得幾萬也願意 和你穿呢 衣服我有 都戴了 全水服 而且都戴了 直接穿 氣皮一條就去下了 整個三亞有珊瑚的地方 王佩正沒有錢過的點已經不多了 那就我用這個呼吸了啊 穿著自備的潛水服 背上四十斤的氧氣瓶 大學教授化身潛水大師 珊瑚礁塑造了海下的迷你之城 許多海洋生物喜歡在裡面生活 旅遊的過度開發 讓珊瑚礁退化嚴重 要憑一己之力抵抗退化 在很多人眼裡 半路出家的王佩正像個笑話 我就想探索出來 三亞周邊的這個珊瑚礁 退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大量的珊瑚就消失了 然後海底下這個松露 它消失完以後 它有個掩涕是不是 所以掩涕以後掩涕到什麼程度 這是我一直關注的 能把這個小問題我覺得能搞清楚 也就不錯了 珊瑚可能很快就會死去 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會生長一公分 在人類的有生之年 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師做不了多少貢獻 在活著的時候 拯救更多珊瑚的生命 是王佩正短暫人生的漫長理想 兩點半到四點是屬於義工的衝浪時間 黃明浩迫不及待地衝向海裡 享受用勞動換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躺在大海中间和大海合二为一 这是黄明昊向往的舒适节奏 舒适过头了 错过了开工时间 小羽姐 你迟到了 什么 现在不是四点半吗 你再看时间 你看 现在四点半 再看时间 各位亲爱的同事 下午好 好 非常好 今天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新来的义工 小甲 大家知道一下 小甲 那么今天晚上小甲是积极去配合一下各部分的工作 今天晚上小甲的话是主要负责倒水外加传菜 好 没问题吗 没问题 今天我先说一下小甲今天迟到了 我希望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你迟到十分钟 你的十分钟的工作就是由其他同事来为你完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天说的是几点钟上班 那么就是几点钟上班 各位各位解散 好 好 对啊 我们俩齐一辆吗 对啊 够够够够 那我坐你旁边 好 走了哈 稍微打快一点 但是又搞定了 欢迎来到秋名山 哈哈哈 你就是可以啊 当然啊 15个人吃你自己看在打哈 哈哈 15个人大概要吃多少 一盒 多打点 他们饭量大 好 那我给他全打满 食堂阿姨就走 走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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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只是过来旅游 没想到这里待这么久 待多久了 待了快一年了吧 年都晒黑了 肯定啊 天天晒 对啊 黄明浩的同事 吃饭了吃饭了 是一群陷入热带城市时间黑洞定律的外地人 可以啊 他们为刺激的海上运动而来 却过起了平静的海边生活 那这里跟成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环境更好啊 空气质量非常好 然后很多繁星是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了 看见一片海 就觉得非常好了 我先带你任台号 B5 B6 B7 B8 B9 B10 C1 C2 C3 C4 C5 C1 C2 C3 C4 C5 C5 C1 C2 C3 C6 B1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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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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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C9 C1 C9 C9 C1 C1 C9 C7 C1 C10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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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 C9 王明浩逐渐进入状态 仿佛已经是个老员工了 我们那个义工拍照拍得很好 你帮客人拍 我来 我来 让我来 哇 这是鸡背走的 超专业的 哇 就这非常好 可以吗 非常狗 你看看这张 这张 哇 非常厉害 可以吗 可以 接下来要去萧架 正在义工的餐厅吃饭 学完冲浪 太太借着吃饭来探班 太不友好了 我要投诉了 等一下再过来吧 先走开 请问这位先生要点点什么呢 把你们这最贵的菜介绍一下 都来一份是吗 等一下 我们这最贵的是 你会帮我买单吗 怎么可能 怎么没有照片 什么意思 你要求好多啊 我忍了 待会再写茶 先吃 饮料在哪 你要喝点什么呢 抱打渣的绿茶 好的 来一份 抱打太太 把你老板交过来 你可以提你的意见 但我也不会改的 好的 二两口吃 好的 稍等 这个 不行 不行 这哪怕是你的朋友 你都不能这样去跟他玩 不会的 我会 因为你代表是餐厅的形象 好的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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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段是对我的态度 他就是像韩式的那种拌饭 你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你好 请问要吃点什么 需要点单吗 你好 笑什么笑 这位先生 一份肥牛饭 一份东荫公面 一份鸡肉牛肉果沙拉 和一份芝士牛肉薄饼 姐姐A6换成两杯琥珀了 好快乐 别跑 工作的感觉真好 不用跑 在餐厅里不能跑 快不走 不用 他老跑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对视一个 很好 这个感觉怎么样 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我是第一次吃的海鲜饭 我觉得还不错 海鲜饭还不错是吗 好嘞 谢谢两位 希望还能再来 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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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吗 好香 我先帮你吃着 冰可乐 谢谢 帮你点了 我喂你一块吧 应该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 我还是不吃了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服务员 可以 很好 我看得出他很想吃 但是因为他在工作 他吃不了 确实 我很快乐呀 非常的快乐 成为了合格的服务生 黄明浩疲惫且开心 从聚光灯下回归平返 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它渐渐融入了海岛悠长美好的慢生活 全国的游客涌入海南 热带岛屿的火热背后 是隐居在大山深处的黎祖村落 空达定期会陪妈妈回趟黎祖老家 就是我妈想回去玩的时候 就带来回去玩 这一路上 海南话听得外地人摸不着头脑 却又莫名洗脑 如果我们成为生气 又莫名造花 空达里尼 它是瑜伽中的一个鼠语 叫做潜在的能量 就是瑜伽的一个境界 是同的意思 然后我就把这个词 做一个我的ID 空达是少处出岛的离族人 父亲去世的早 为了照顾妈妈 他收起野心放弃漂泊 回到三亚 虽然在外习惯了现代生活 爬树的技能 随着年龄和肚子的增大消失了 但回到故乡 空达依然是家人眼中的离族小子 这么久的要去烤 这方要烤干 烤干更浓郁 好久没见面 传统梨菜盛情招待 吃河里现摸的田螺 和过年才会享用的米酒 小鹅很乖的 很听话的 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不懂事了 叫他给我爬山 他叫爬山 他带我从山压里走 一直走到这边 走山路 然后他说很近的 就在前面两步路就到了 走了一天 让你观念一下 要不然你就不懂路 然后我说为了为了要带一点吃的吗 他就带了两个火腿肠 跟一包炸菜 然后一路走就吃不来 露营就是所谓的在户外 那个过夜就是他带的 然后那时候什么没有 小鹅是空达的户外启蒙人 出生在大山中 空达不忘对自然的敬畏 也保持着户外探索者的好奇 在旅游城市和原住民身份的融合中 找到了平衡 好奇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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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爱 一条海里 解脱一海 你要去哪一个 我都要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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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还有另一块 这一小块就是 那这像去这个是吧 大小洞天采集的样本 已经养在缸里 学生沈贝奇要对珊瑚的发育过程 进行周期性取样 对 环保行业不好就业 愿意做这行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现实的原因 也有很多学生中途放弃 王沛正拼命想留住他 沈贝奇就是其中之一 平时省吃俭用的王老师提出今天要请客 而学生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 老师其实想借这顿饭游睡他们 游泳还是挺锻炼身体的 海水你再想过去有机会不多了 这么平静的海水 你再不去你都没有机会练水了 这 这样练不了 它只是一米的水 就一米的水才好练 所以没关系开学来到时候你带着 浇就行了 很快的嘛 很快的 明天可以把它浇一浇 他算是进 实验是进的比较早 然后我们拿到夏天 夏天过去 好 夏天 都感觉到大家留在这里对了是吧 不就这么多佛 你说也是麻烦啊 好 来 来 赶一个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谢谢 我们打算 马上就毕业了 考公务员 考公务员 嗯 为什么想考公务员呢 我一边 没有没有不喜欢 只是它很 本来就很难就业嘛 这个读了 那我肯定要先就业 再考虑其他的呀 读了也就生肯定就好一些了啊 嗯 干嘛我找不到工作 你要给我找工作啊 你就业很难嘛 就业是很简单的 只是说你能不能找到 这一份心仪的工作才是难点 这个 进了个养殖公司 女生去还是辛苦啊 这个整天是这个 喝水打掉的 但有的人在企业里面就很忙 我不知道 像你们听后是打算是 想在企业里面闯 还是在事业单位里面做科研 到时候准备期 可以考虑考虑 这个走入社会 如果再想进修进修 可以考虑的考到我们学校 再回顾一下历史 对对对对 真的必须 反正我是比较适应 学校的一些生活 不开心吗 每天到实验室三后晚 啊 然后看到老师看到同学们都在一起 不许我们也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辣的是你的 您吃一个吧 您吃一个 还有 如果以后赵国理 在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博士点 那你就注意了 安排个事情 又会潜水 又会带人 应该没问题的 学校都是蒸蒸热上的 那就是假期 相互馆 你要操好心啊 虽然不一定能留住所有人 但哪怕只有一个人愿意留在珊瑚身边 王沛正这一片痴心也值了 六罗峡谷热带雨林保护区 是个探险的绝佳之地 黄明浩挑战跳水迎接新的一年 有种在走紫牙板的感觉 这是大爷 大爷其实也是玩户外游动的 大爷带着他的狗 哇 这只狗 他也舒心吗 带狗也可以走舒心的 谁能想到12月的冬天 我们居然要下水 那只能是在三亚 三亚一年四季都是户外活动的旺景 好奇妙的感觉 这位东北大爷每年都带着狗来三亚过冬 我拎过来 好 接下来我们从这儿一直走水路了 如果我们先外左脚的话 用前面这只脚 用脚尖去试探 去试探水底下的石头划不划能不能踩 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 尽量是扶着石头过 弯腰 然后不要直直地踩 直直地踩的话 水里面石头很划容易拌倒了 重点还行吗 小心一点有点深 超深 盒子是有点 OK吗 帅到时候不用了 这要是有点习惯 我正在习惯水温 这是狗爬的都不用那么快 带你过不去了 我绝对过得去 等一下 卡住了就好笑了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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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拍快拍 卡住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我先 等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硬量一下 石头准备了 三几两分 坐好了 你先跳吧 要不然 先吧 你先吧 这也其实还好吧 你说实话 你这摸着推我 这真的也就还好吧 哎呀 就这点高度怕什么 对 那我先吧 你先吧 那还个两分钟好吧 还 吓一跳 现在跳 等一下 让我先看清这个世界 这有什么的呀 泰 我作为水游 你应该在后面给它来一脚 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来一脚 我来看下去 跳喽 跳 二 一 往前跑 哈哈 这有多高啊 这么点高 有什么好怕的啊 泰 三 二 一 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呀 帮我来 给我跑 等等我 跳了 兄弟 加油 你的愿望好长啊 有那感觉 愿望下了 我来 才发现自己害怕了 我来 你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这些水都被我干嘛 你们又来点鼓励呀 鼓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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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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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晓 宝宝 没见啊 没见了 没见了 三 二 一 少年追梦 正经历着猛烈的潮起浪漫 奇妙之称 宗室长虎 黄明浩重新起航 努力成为不辜负每一份热爱的成熟大人 享受了大海的自由 他也要把快乐的浪连续到城市 继续燃烧他的烈焰青春 王沛正再次出发 为构建一个良好的珊瑚生态系统做准备 他依旧是自己动手 小心翼翼保护阴海而生的梦 退休后 他想把自己没完成的使命托付给学生 骑行把海南岛留个遍 从一个海湾到下一个海湾 空达用自己的步调不断突破生活的边界 三亚的海足够辽阔 能让他去野 也给他的狂野之心一个归属 四十多岁落叶归根 他最庆幸的是还可以陪妈妈一起慢慢变老 妈可以来这里比较好吗 三亚的每片海湾都有自己的个性 东边的后海村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冲浪俱乐部 躁动着青春的荷尔蒙 西边的马岭村是静谧的蓝白小镇 湖南人管经骑摩托车流浪到这里 邂逅做短期义工的湖艇 每天准时在天涯海角铸唱 西岛渔村还有几百年前的珊瑚石老屋 环保组织和岛民让古老的渔村重新焕发光彩 三亚人阿妙创办了中国最南端的Live House 他在年轻的城市创造新的文化 也习惯和上了年纪的阿伯爹们 共享海南的Bronche老爸茶 三亚湾的椰林海滩是婚纱摄影的大本领 每年要接待数十万对全国各地的新人 来自东北的婚礼司姨博弈 刚为她的黑龙江老乡主持了一场婚礼 在三亚美人鱼不只是表演 还是健身塑形的新潮运动 Yuki是美人鱼教练 周游列国后选择落脚三亚 因为在这里生活 真的像鱼一样自由自在 亚洲是三亚历史的源头 这里的人生下来就会唱亚洲民歌 海南话的读音就是唱音 在没有歌听舞听的日子里 文娱生活就靠口口相传 老一辈三亚人的热情体现在嗓门大 因为过去在渔船上生活是要用喊的 做东山羊肉的阿婆靠四十多年的大嗓门贴心服务 赢得了铺天盖地的回头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开发海边新的生活方式 湾民应远而生 Steam设计的拖鞋已经成为湾形 它组织非拖鞋大赛 记录海边生活的变迁 在三亚 我们认识了很多不走寻常路的人 它们在野山沿海中释放狂放的青春 激发新的生命力 喜欢三亚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那份珍贵的清闲 人们需要这样一座放松和包容的城市 大海给我们勇气 所谓的冲浪文化 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 用野生的生命力创造无限的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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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